当再次面对魏祥的挑拨离间时 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 很快几方家长相继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而当他们看到自己受伤的子女时 顿时全都把矛头指向了魏晨 说吧 今天这个事怎么解决 你他妈的是不是眼瞎啊 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点关系吗 我劝你还是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吧 还有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收拾技强而放过谢思思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就喜欢减软柿子年 懂了吗 此话一出 顿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傻子 毕竟季家在政界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果然还是太年轻 以为你也到了软柿子 苏不知这次踢到的可是块铁板 是吗 那不知道季三叔对这个还有印象吗 当季明贤看到魏晨手中的照片后 顿时下的脸色惨白 他没想到魏晨手里竟会有他的把柄 三叔 你怎么了 闭嘴 还不快给你魏哥道歉 人家挑拨几句你就上去当刀子 季家怎么会有你这种废物 三叔 明明是他 少废话 魏少爷教育你那是看得起我们季家 快点过来道歉 此时的季强心中纵使有千万个不愿意 却还是咬着牙走到了魏晨面前 对不起 季三叔 你有听到他说什么吗 大声点 魏少爷没听到 对不起 我也只是受人指使 是我糊涂了 好你个魏晨 今天就算是他们两人不计较此事 我也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刘校长 你们圣锐高中百年轻浴可不能被这种人渣给玷污了 赶紧将他开除 而刘校长此时却也不敢轻视魏晨 毕竟另外两大家族都已经选择不追究 魏夫人 你们毕竟也是一家人 不管是退学也好 转学也罢 要不你们回家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这是欧大同学违反校规的大事 你们只管按照规矩办事就好 不用顾及任何人的面子 这个不妥吧 要不你们自己再考虑考虑 别废话 开除 必须马上开除 否则我就找你们董事会投诉 听到这话的刘校长顿时犯了难 毕竟学校的董事会也在几大家族掌控之中 沉思片刻后刘校长突然话锋一转 魏夫人 您是他们俩的监护人 有权选择给其中一人转学 退学 或者是休学 反应过来的杜思会心中的怒火顿时消失一口 随后冷笑着看向了魏晨 那就给魏晨转学 我作为监护人 决定让他转去十三中 那 你不能这么做 大哥成绩很好的 你怎么能让他去十三中那种地方呢 这不是毁了他吗 小香 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他欺负 这件事你别管 我们魏家不需要这么不服管教的小畜生 那 我没事的 一点都不疼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刁难大哥 我会良心不安的 此时听不下去的谢志江突然想要开溜 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 我先带我女儿去医院看看脑子 不用了 去医院又要花不少钱 咱们家装修房子还差钱呢 如果你需要周转 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件 打开抖音网 钱包 放心件 激活额度 跟着要求申请 最高额度二十万 等资金到位还上就行 我今天既不会转学 也不会付出半点代价 我还要让魏晨去学校广播室 当众道歉检讨 你信吗 小兔崽子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刘校长 我的要求你听见了吧 魏晨同学 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你打人的事情 人家不计较就算不错了 怎么还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呢 放心 你会答应的 说着魏晨走到校长的办公桌旁 随后在上面写下了几个数字 而当刘校长看清上面的数字后 顿时脸色大变 现在能办了吗 能 能办 能办 魏夫人 学生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是不能转学的 另外这件事的起因是魏晨故意挑衅同学才惹起的时刻 已经严重违法了校会校计 他必须受到处分 刘校长你疯了吗 动手打人的明明是他 为什么要处分魏晨 我要你立刻收回刚才的混账话 否则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魏氏集团的后果吧 你选吧 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 可以向学校董事会汇报 反应过来的刘校长瞬间如释重负 随后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而一旁的杜斯会却依旧不依不饶 别以为你装神弄鬼就能将这件事糊弄过去 就算是尚瑞高中背后的大股东 也得给我们魏氏集团一点薄面 你以为你是谁啊 人家给的是老爷子的面子 你一个外星人也配咬我魏家之旗 听到这话的杜斯会再次气炸了费 他不明白曾经唯唯诺诺的魏晨 如今为何完全变了的人 很快留校长去而复返 而此时的他脸上已无半分惶恐与慌乱 魏夫人 学校经研究决定给魏祥同学大过警告处分 并要求他立刻在广播室公开道歉 否则会对他做出开除处理 我不同意这个处理方案 你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 希望你们好好掂量一下后果 请你抓紧时间做选择 这是大老板亲自做出的指示 你报警也只是同学间的打闹 魏晨年该怎么处理 最终还是得由学校负责 随着刘校长的话音落下 杜斯会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绝望 你憋屈 片刻后他突然走到魏晨面前 抓住魏晨的手臂 魏晨 你马上跟刘校长输我们和解 不要给小翔处分 你快说 你在教我做事吗 滚开 刘校长 记住了 让他给老子检讨深刻点 魏同学放心 我们校领导班子绝对不会姑息养间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 当魏晨走出校门时 突然被一个女生拦住了去路 而来人正是一直被卫视集团资助的贫困学生下午 找我有事吗 魏晨学长 小翔哥哥成为孤儿已经很可怜了 你还要殴打欺辱他 这是人干的事吗 而且你还要动用强权逼迫他在校广博士道歉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我一直以为你是善良的好人 可现在才发现你与其他有钱人一样 都是为父不仁的混蛋 我要你马上跟我去道歉 面对夏末的无理指控 魏晨不由地冷笑起来 你是吃得太饱了吗 如果你是吃成了想来这里找找存在的 我奉劝你最好省点力气 学长 你怎么如此理直气壮 难道你就没有半点羞耻之心吗 该有羞耻心的是你 一切事情始末都不清楚 道听途说就敢胡乱做出判断 你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吗 说完魏晨走上车准备离开 而夏末却突然挡在了车前 我不管 总之你马上跟我去找小翔哥哥道歉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 否则我不会让你离开的 哎 又一个脑残 少爷 要不要把他拉开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给我撵过去 是